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六百五十八集 算了 看在纪正廷人生第一次做饭失败 心情郁闷的份上 不跟他一般计较 宋清晨将围裙送进厨房里 然后从电饭宝里成了三碗米饭 宋清晨在厨房里喊道 麻烦过来帮妈咪端碗 来了 纪大总裁站在餐桌前 看着桌上摆着的几道菜 不就是他刚才烧的那些菜吗 纪正廷狐疑地瞥了眼厨房那边 伸手在盘子里抓了一块西兰花 想尝尝味道 小包子端着一个碗出来 正好看到把鼻在偷吃 就毫不客气地给说了出来 把鼻啊不可以偷吃啊 大总裁的手尴尬地顿在了半空中 放下去也不是 吃了也不是 最后 等小包子走过来 直接塞进了小包子嘴里 臭小子 上你多嘴 小包子小嘴被塞得满满的 含糊不清地控诉 人生不喜欢吃蔬菜哟 人家想吃鸡腿 宋青城端着两个碗出来 一碗放在纪正廷面前 自己端着另一碗坐下 快点坐上来吃饭了 已经很晚了 只是无心地说了一句实话 却惹来纪大总裁的冷眼 纪大总裁认为 小女人这是在变相地怨她的失败 然而 宋青城表示满心的冤枉 所以 还是多吃菜 少说话吧 这 这些好好吃哦 小包子是真的饿坏了 一手抓着鸡翅 一手抓着鸡腿 左一口右一口 吃得狼吞虎咽 鸡正廷看小包子吃得那么香 目光落在桌上那盘鸡腿和鸡翅上 刚刚不是还难以下咽吗 怎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变得这么好吃了 她有点不相信 也加了一块鸡翅尝一尝 味道 好像确实还不错 跟她烧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人家烧的这个 有香喷喷的肉香味 而她烧的那个 好像只有干巴巴的油味 所以 她根本就不是下厨的料 看来 她只能多多赚钱 请个最好的厨师回来 这样 才比较适合她 大概是都饿了 距离晚餐的时间 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桌上的几个菜 最后被吃了个精光 就连汤都被鸡大总 才给喝光光了 小包子吃完饭之后 摸着鼓鼓的小肚子 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麻烦 去看一块电视 妈咪收拾好了 带你上去洗澡子 宋青城一边收拾碗筷 一边跟儿子说话 把鼻可以带我去洗澡子 不行 刚吃了饭 得过一会儿才能洗澡 好吧 接下来 宋青城在厨房里洗碗 小包子和纪大总裁 在客厅里倒腾各种玩具 小包子总是念叨着 要见识一下针枪实弹 据正厅盘算着 回头正要带小包子 去见识一下 宋青城将厨房收拾好 带小包子上楼去洗澡 有点晚了 他就简单地给孩子冲了冲 就抱出来穿上睡衣 然后把他塞进了被窝里 你先睡 阿咪去洗澡子 他在孩子的额头上清了一下 就拿着自带的睡衣 去了卫生间洗澡 卫生间的门刚关上 门口就走进了一道高大的身影 小包子从被窝里爬出来 小手招了招 季正厅走过来 看了眼卫生间的门 对小包子问 说了什么 小包子摇摇头 什么都没说 知道待会儿该怎么做吗 季正厅不放心 担心儿子说漏嘴 所以特地又跑过来确定一下 小包子点点头 知道 重复一遍 妈咪 麻烦现在已经是小男子汉了 男子汉是不可以让妈咪陪睡的 会很羞羞 还有呢 让妈咪去跟把冰顺 再塞个小妹妹出来 臭小子 嘿嘿 反正人家肯定是会把妈咪让给爸比的 小孩子要说话算话 不是小孩子要说话算话 是任何时候都要说话算话 做不到的事 不许随便许诺人家 嗯 好吧 赶紧睡 季正厅将小包子重新塞进了被子里 宝贝 可不可以把包包拿给妈咪一下 宋清晨的声音从卫生间里传来 父子俩对视一眼 就正停在柜子上看到了小女人的包 然后给儿子递了个颜色 小包子掀开被子 从床上滑下来 拿着包包去了卫生间 谢谢了 宋清晨将包包接过去 还不忘叮嘱他 快点去睡觉觉哦 他也想好好睡觉觉呀 可是妈咪和把门的视度那么多 他很操心啊 宋清晨喜好早出来 看到小包子没睡 而是靠在床头 有些疑惑 你怎么还没睡啊 他走到床边 直接掀开被子要上床 小包子却将他掀起来的被子压了下去 妈咪啊 你不可以跟我睡哦 宋清晨愣了愣 那妈咪跟谁睡啊 妈咪应该跟把门睡啊 我现在是小男子汉 跟妈咪睡会很羞羞 谁跟你说的 宋清晨绷着脸 还小男子汉 三岁都没到就成小男子汉了 亏他想得出来 是 把笔两个字差点就要说出来了 幸好被止住了 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老师说了 男孩子从小就要学会独立自强 不能依赖父母 特别是妈咪哦 宋清晨看着小包子 说得头头是道 突然就觉得 小包子长大了 真的像个小男子汉似的 可是 小包子还不到三岁 就已经不需要他这个母亲了 他心里又说不出有多失落 这话 真的是从电视上看来的 宋清晨还是有点疑惑 以前小包子看电视 从来都不会被影响的呀 怎么突然就受到影响了 而且是在这里 宋清晨觉得 跟某人脱不了关系 当然了 小包子心虚 但还是回答得很干脆 宋清晨见小包子 回答得那么干脆 也就没有再怀疑 或许小包子确实长大了 而且男孩子和女孩子 本来就不一样 他的各方面 还是随他父亲比较多 或许这一点也是 宋清晨摸着孩子的小脑袋 说道 妈咪知道了 等妈咪工作稳定下来 我们就换个两居室的房子 到时候 你和妈咪一人一个房间 哇 别人的窦 你不得要 这一堂 这一堂 你呆